GoFest全球线上活动再度加码 不只持有入场券的玩家能有更多好看 免费玩家亦能享受使用远距离团战入场券 无上线次数的内容 然而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活动期间 野外仅有高达30余只的重点入手对象宝可梦 加倍出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JChannel 我是竹姿 终上所述到底周末加码的GoFest全球线上活动内容都有哪些 到时候的野外重点入手对象宝可梦又该放在水身上 相关资讯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与大家注意分享 顺序方面主要会分为两大部分来讲解 第一部分为近期官方新鲜公布的各种加码内容特色与亮点 如有免费玩家可无限使用远距离团战入场券 团战大厅等待时间减少 或付费玩家新增全球大挑战 究极解锁等额外好看 第二部分则是周六时各大栖息地的时间分段 以及最为重要的周六日两天内 也为重点入手对象宝可梦的具体详情 总结出额外在附上自治 周末两天各大栖息地对应的重点入手对象一栏图 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完再离开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帮忙订阅 大力按赞和分享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稍微先聊聊第一部分 GoFest全球线上活动的加码内容方面 未免大家有手混淆 讲解期间一样会在右上角列明相关内容的限制 如限免费或付费玩家体验 核实生效等 GoFest全球线上活动是到在8月26日以及27日 周末两天隔别的早上十点开始 维持至傍晚六点结束 所谓的GoFest全球线上活动 顾名思义就是到时候 并不如先前的现场活动班 需要在特定地点才能收益 而是在世界各地锐地方开启且登录游戏 即可体验各种精彩内容 先介绍免费玩家可体验的新增加码内容吧 虽然在官网中可以看到免费加码内容的分段 看似很丰富 但实质不然 其中像是什么欢迎所有人攻向盛举 使用活动入场券 升级游玩体验等的 都只是滑而不舍的东西 看见官方小编这滑水的能力 唉 我只能自探不如啊 言归正传 到时候真正意义上 新增的免费加码内容 实质只包括8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十点至傍晚六点间 估计在每小时都将出现新的田野调查 供训练师领取并完成 而稍早前 神提机的各个七席地对应时间表也亮相了 须知道七席地只在周六分段出现 周热时只是没分段 全天后加倍出现 根据近期的留言发现还有许多观众还在迷糊 虽说是七席地 但其实跟现实所在的场景或区域完全无关 简单理解 所谓的七席地就等于特定一批的宝可梦 加倍出现罢了 打个比喻 如烟红造景就等于带着红头罐的皮卡丘 赫拉克罗斯 东海无颗海兔等这一批 黄金沙地就等于带着黄头罐的皮卡丘 圆路沙 电电虫等 这一批 以此类推 所以各位若要狩猎特定七席地的宝可梦 在周六时是需要根据特定时间段才能遭遇特定加倍出现的宝可梦 反之在周六时只是早上10点至傍晚6点接全速加倍出现 根据最新资讯指出 七席地的时间分段是烟红造景早上10点开始至11点结束 以及下午2点开始至3点结束 紧接着黄金沙地落在上午11点开始至12点结束 以及下午3点至4点 青绿荒野 下午12点至1点 傍晚4点至5点 电来海岸 下午1点至2点 以及傍晚5点至6点 七席地隔一个小时轮换一次 每个七席地在周六时都会出现两次 至于各七席地的重点入手对象 留待一会第二部分再细说 类加码内容感觉称作微调比较好 主要就是在周末开始参与团战时 不需再苦苦等待长达120秒的倒数时间 届时的团战大厅若至少有两名或以上训练师 准备完成的全新按钮就会出现 在人数未满的情况下 只要所有训练师都点击准备完成 那么相关团战就会立即开始倒数10秒 随之正式进入战斗 而如果团战达到人数上限的20人 即便不点击准备完成 相关团战也会立马开始倒数10秒并正式开始 考虑到届时的团战基本会快速爆满 而留给各位准备的时间往往是不足10秒的 所以建议最好提前设好逃拔对应头目的队伍 至于超级列工作的团战指南重点可以老规矩 还有一点也是近期发布的 那就是在8月26日星期六凌晨12点开始 至27日星期天晚上11点59分期间 训练师从原线20张的远距离团战入场券使用上限 改变为无使用限制 也就是能够无限制的参与远距离团体战 接着是付费持有活动入场券的玩家才能享有的加码内容 主要新增了20项的全球大挑战 供持有入场券的玩家在星期六这天去完成 26日当天完成全球大挑战后 除了原有的特殊奖励加码内容 而外还新增在未来9月5日星期二至15日星期天 加开的未知神秘冒险活动 相关神秘活动不仅仅带来各种未知一星团的头目 更有四倍捕捉经验和新陈的奖励 以及有几率遭遇全新闪光版本的免费现实调查 而后在9月15日星期二至15日星期五 还有推出四大全新宝可梦的救济解锁特别活动举行 因为目前对于9月即将开跑的两大神秘活动所知甚少 石油入场券的各位只需在本周六全力以赴完成全球大挑战即可 有关GoFast全球线上活动的额外资讯和具体详情 可点击右上角连接以不查看相关影片 再来进入第二部分 周六日两天内也为重点入手对象宝可梦的具体详情方面 鉴于活动时间有限 但期间送一想加倍出现的宝可梦竟有高达50余之之多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与各种主流宝可梦插肩而过了 到底在周末两天内该如何去分辨各大宝可梦的使用性 进而再去制定相对应的重点入手对象呢 别担心一切麻烦事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正式开始前又需要先告知大家 因时间有限所以重点入手对象方面 顶多会给大家点出个气息地较为实用的宝可梦 包括适合用在PVP对战联盟的哪些赛事 优惑是否可用在PVE作为某系输出手 进而再划分为高中低三大推荐入手程度 考虑因素以PVP为主PVE为辅 高级为B入手中等为加减抓 低等则是不无小补 若都不合适则不会提及 而呈现方式会入图班显示 右上角为气息地和出现时间段 比如黄金沙地周六上午11点至12点 下午3点至4点 周热早上10点至傍晚6点加倍出现 原路沙是和大师联盟亦可作为龙或地面系输出手 推荐入手程度高 另外若分享过程太快也不需烦恼 毕竟总结出会再度复杂自制的入手重点一蓝图 供大家截图好方便周末随时打开查看 了解完以上事项 那么我们立马开车 根据顺序分享会先从烟红造景开始 然后是黄金沙地青绿荒野 最后才是蓝天海岸 烟红造景推荐入手程度高的 有大师头适合超级高级联盟 不适合PVE所以不显示任何属性图案 大奶罐超级高级联盟 PP超级高级联盟 推荐入手程度中的赫拉克罗斯 超级高级大师联盟 可作为格斗或重新输出手 推荐入手程度低的东海无科海兔 超级联盟 卷卷尔超级联盟 埃亚球菇超级联盟 黄金沙地推荐入手程度高的 有圆路沙大师联盟 龙获地面系输出手 电电虫超级高级联盟 穿山鼠超级高级联盟 推荐入手程度中的大鳄椅 超级高级联盟 龙获地面系输出手 萨厄马超级高级联盟 白玉小将大师联盟 格斗系输出手 墙二级木虫超级联盟 虫获电系输出手 推荐入手程度低的 麒麟奇超级高级联盟 可达亚超级高级联盟 龟角角超级高级联盟 金绿荒野推荐入手程度高的 有戴着牛仔帽的卡比兽 超级高级大师联盟 手管佼佼者 雪莉怪超级高级联盟 冰货草息输出手 泥巴鱼超级高级联盟 推荐入手程度中的 喇叭亚超级联盟 木棉球超级联盟 碑天螳螂超级高级联盟 虫获刚系输出手 原石珠超级联盟 毒枪威超级高级联盟 毒获草息输出手 种子铁球超级高级联盟 维塔草超级高级联盟 智慧星超级高级联盟 蓝天海岸推荐入手程度高的 有马力路超级联盟 提亚林大师联盟 超能力或刚系输出手 推荐入手程度中的 好坏星超级联盟 莫海马超级高级联盟 妮妮丘超级高级联盟 年年宝超级高级大师联盟 龙或水系输出手 推荐入手程度低的 果然翁超级联盟 宝贝龙大师联盟 龙系输出手 滚滚蝙蝠超级联盟 圆蝌蚪超级高级联盟 最后是全栖息地加倍出现的 各种投冠皮卡丘 一可加减拼一拼 毕竟适合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注意 若到时候有拼到各种新衣IV的对象 也被忘了在活动期间 直接进化入手限定招式 尤其是提亚灵 进化为最终形态巨金怪 可惜的彗星拳 至此 无论是GOFEST全球线上活动的加码内容 一或是周末两天 野外加倍出现的重点入手对象资讯 也就真是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新增的加码内容实属不多 除了远距离团单入场卷不设上线外 加速倒数团战大厅等待时间的设定也蛮不错 起码能起到加速拼搏列空座团战的耗时效益 至于付费入场卷的加码内容 由于透露的信息实在少之又少 所以暂时无法下定论 不过其中有透露到 会有四大全新宝可梦登场却还蛮值得期待的 而周末两天的野外重点入手对象方面 个人建议可以先查看自身所缺 在与刚刚列出来的各大宝可梦做对比 进而制定相对应的入手重点为佳 若都有欠缺的话 则是建议以推荐入手程度高的 如圆路沙 卡比兽 雪莉怪 霍提亚林等为主 最后富山自治的各大积极地 对应入手重点一栏图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 好方便日后查看 好啦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不论各位对于目前GoFest新增的各种加码内容 有什么想法 个人推荐的各大积极地对应入手重点 又是否合胃口呢 欢迎下方留言补充或分享讨论 预备做言论 结果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